水龙头火车 我不是在水龙头要当火车头 我平过水龙头要坐第一届车厢 我先在水龙头要坐第二届车厢 我可不当火车尾巴 车尾呢 没有车尾不能出发 车尾怎么还不来 要不白雪姐姐你就当车尾巴 我们出发了 不行我才不当车尾 哎呀你们真麻烦 你们自己安排吧 白雪姐姐你就当一次车尾巴 大家还等着我们救援呢 好吧 哈哈哈哈 水龙头救援队 有困难需要你们帮助 有任务了 白雪姐姐 你说是什么任务 三两句说不清楚 你们跟我来 就是这里 快看啊 我家的一切都被冰冻了 你们能替我解开这些冰块吗 这个有点难啊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怎么解决吗 快发送到评论区吧 我们先想一下原理 冰块是水经过冰冻之后 形成的固体水 所以我们现在要让固体水 再冰成水 这样就能解冻了 我知道 有空气解冻法和液体解冻法 空气解冻法太慢了 我说我们就用液体解冻法吧 我们每天完成一个 大家开始行动 我完成了 我也完成了 我也完成了 原来的救援队任务完成 谢谢你们帮助我 厉害的水龙头救援队 我再到处发咯 不好前方有两个大海龟 我们可下着看看 海龟先生你们怎么了 我们被海浪拍打上了岸 因为实在口渴 爬不回海里了 有可能不要怕 我们水龙头救援队来帮你 先给你们喝点 我们水龙头里的水吧 喵喵喵 但是我好开心啊 包着真的感觉真好 我们也许 老板爷爷 救援队卖 我也需要你们帮助 我可来了 快去看看吧 卖狗汁的老板叔叔需要你们帮助 老板叔叔 你怎么哭了 我今天几晚没有买到水果 卖不了水果汁了 那我今天不卖不就好了 不行 昨天艾莎在我这里预定了十杯水果汁 说今天来取 我不能言而无信啊 我相信艾莎阿姨坏了一天的 老板 我要的十杯水果汁呢 快给我 真不好意思 今天没有买到水果 所以 什么 我可是昨天都跟你说过的 我不管 你今天必须给我十杯果汁 不然我就不走了 艾莎阿姨 今天叔叔真的没有果汁给你 改天艾叔叔肯定给你补上 对啊 我明天就可以给你 不行 我就要今天喝 你快给我 救援队 你们可要帮帮我 艾莎阿姨 我们可以给你 大家开始行动 艾莎 给你果汁 艾莎 给你果汁 艾莎 给你果汁 素和差不多 谢谢你们水果弄救援队 你们真是好样的 今天做了三种狂事 小朋友们 我们可以得到你们的点赞和小红星吗 长按大拇指按钮点赞关注我们 我们下次再见 我先打 我先打 我的事情最紧急 我先打 那你先打吧 好耶 这个门怎么打不开 大宝别着急 只要你们答对了我提出的问题 就可以使用电话亭了 那快开始吧 熊妹安全课堂开课了 请听题 每个人要说出自己为什么要打电话 我到热水的时候 不小心烫到手了 我想打电话就救护车 我的手机被偷走了 我要打电话给警察叔叔让他们帮我找 那白雪你呢 我家里有一个特别大的马蜂窝 我想找人把它摘下来 大家都很棒 第二题 你们知道自己要拨打什么电话吗 生病受伤 叫救护车要拨打120 要说清楚病人的具体情况和位置 太棒了 大宝又答对了 白雪到你了 我要拨掉马蜂窝 要拨打120 白雪你说错了 什么 老师不是说过有不能找警察吗 难道老师说的是错的 不是的 老师没有说错 可是像这样的事情 我们应该找消防员叔叔 我知道了 那我要拨打哪个电话 找消防员叔叔呢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 找消防员叔叔要拨打119 贝儿姐姐 谢谢你告诉我 贝儿说得很对 那贝儿 你应该拨打什么电话呢 我要抓小偷 我才应该拨打110报警电话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现在你们可以去打电话了 耶 有人能打电话了 嗯 听见警笛声了吗 你们能分辨出 这个是什么车辆的警笛吗 我知道 这是警车的警笛声 我怎么觉得这是消防车的警笛呢 我也觉得是消防车啊 不是的 这就是警车的警笛声 很短促又没有间隔 消防车的警笛没有警车的节奏快 而且高声之间是有间隔的 你们听 就是这样的 哇 真的有区别 大宝说得非常正确 现在这个声音又是什么车的警笛声呢 救护车 因为救护车的警笛声 就是忽高忽低的 白雪回答正确 大家听到这些笛声时 记得注意必要哦 我们知道了 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怎么区分这三种车辆的警灯吗 嗯啊 这个还有区别吗 难道不是都有红色灯和蓝色灯吗 对啊 我觉得贝儿说的没有错 回答错误 白雪 你知道吗 我知道 救护车的警灯是红蓝两种颜色的 消防车的警灯好像是所有红色 救护车的警灯是什么颜色 我想不起来了 前两个白雪回答正确 小伙伴们知道救护车的警灯是什么颜色吗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呢 我们下次再左拍 你见消除完成 哇 学校真的被消除了 呃 学校怎么不见了 大宝 看这里 我要给大宝合上一件裙子 再带上一顶产发 完成 哇 我怎么穿上了这种衣服 嘿嘿 这样多好看 对啊 你快给我变回来 不不不不 我叫我不 去找熊妹玩咯 嗯 我房间里的东西怎么这么多 要是能拿出去一切就好了 这个简单 我来帮你 你见语消除 完成 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了 妈妈知道了一定会骂我的 熊妹 你房间东西哪里去了 马上给我找回来 我该怎么被骂妈发现了 我也不知道 赶紧灭了 是谁 谁在偷摆我 不好 赶紧发现了 哼哼 我得好好偷偷它 哎呀哎呀 我的腿好疼啊 这 还真的会疼吗 这可真好玩 贝儿姐姐 我终于找到你了 快把相机还给我 我怎么玩一会儿嘛 不过发明这个相机 可不是用来玩的 那还能用来干什么 世界是这样的 这天怎么灰蒙蒙的 还这么大风势啊 啊 这样的景色有什么好拍的 别慌 看我用相机美化一下 天空是蓝色的 在天上几个白云 树木光涂涂的也不好看 给它夹上树罐 壳里的垃圾也清理一下 这样就好多了 完成 哇 这也太神奇了吧 现在 童话王国的环境很糟糕 所以我发明了这个美化相机 它可以暂时 美化这里的环境 白雪 这个相机就给你了 你可要用它 守护好童话王国的环境呀 放心吧 乌婆婆 贝儿 你快想办法 把我的衣服换回来 还要我房间里的家具和玩偶 哎呀哎呀 快把我的纱布给撤掉吧 我快疼死了 对不起的 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 不会吧 大宝神的天魔 你们别着急 我们可以一起去找乌婆婆 她应该有办法 乌婆婆 对不起 我没有守护好相机 是我的错 我不该不禁允许拿别人的东西出去玩 既然你认识到了错误 就应该接受惩罚 什么惩罚我都认 你想办法把他们都恢复过来吧 乌乌乌 火把烧 我的衣服变回来了 我的腿也不疼了 谢谢你乌婆婆 不过 给贝儿的惩罚是什么呀 相机的魔法失效了 以后 童话王国的环护工作就由贝儿负责了 我再也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了 小朋友们喜欢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 下次再见 白雪 我已经有三个小太阳了 你怎么一个都没有 我马上就会有了 你等着 白雪贝儿 你们怎么变成手机里的歪道射手了 是个压魔王把我们变成这样的 大宝 你是来给我们送小太阳的吗 你们要小太阳做什么呀 因为我们只要集齐七个小太阳 才能从手机里出去 没错 你看 我都集了三个小太阳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我这里有一个榴莲太阳 给谁呢 当然是给我了 这样我很快就能出去了 给我吧 我一个还没有呢 白雪和贝儿都是我的好朋友 小朋友们 你们说我给谁呢 如果想让我给白雪的话 就放送一一 如果想让我给贝儿的话 就放送二 大宝 小朋友们都说给我 那好吧 榴莲太阳就给白雪吧 哎呀 先还给我吧 都没有小朋友选贝儿 贝儿太可怜了 我的榴莲太阳还是给贝儿吧 耶 我有四个小太阳了 我唯一的一个小太阳也没有了 熊妹 你是来给我送小太阳的吗 不是 我是来给白雪送小太阳的 白雪 给你一个芒果太阳 一个桃子太阳 竟然是两颗小太阳 熊妹 你为什么不给我 因为 你有没有帮我 白雪帮助了我 我当然会把我的小太阳 给白雪啊 奥妹奥妹 你是来给我送小太阳的吗 我是来给白雪姐姐送小太阳的 白雪姐姐 给你一个苹果太阳 怎么又是给白雪的 贝儿我已经有三颗小太阳了 马上就能追上你了 哼 我还剩三个小太阳就能出去了 三个 三个 白雪那里不是正好有三个小太阳吗 看我的 我的小太阳 贝儿你快管给我 你这样小朋友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才没有人够打零分的 我马上就能从手机里出去了 我怎么还说万动射手啊 贝儿 你果然不是好孩子 白雪很棒 黑暗魔法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没有机器起个小太阳 就变回来了呢 黑暗魔王 你快把我也变回去 我不要做万动射手 我才不要呢 可恶 你都可以把白雪变回去 为什么不把我也变回去 我把你们两个变到手机里 就是为了考验你们谁是最善良的公主 谁知道你竟然抢走了白雪的小太阳 所以我不要把你变回去 你就一直当万动射手吧 不要啊 我只是太着急从手机里出去了 才那样做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抢走白雪的小太阳的 我以后一定会做一个善良的好孩子 黑暗魔王 我相信贝儿这就不是故意的 你就原谅他吧 把他变回来吧 反正我是不相信贝儿 小伙伴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把贝儿变回去呢 如果觉得可以把贝儿变回去 就发送666 如果觉得不要把贝儿变回去的话 就发送999 大家一定要发送666 王和妈妈不见了 王和妈妈不见了 小伙伴们 你不见了 我已经两天没看见妈妈了 她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怎么会这样 那我们快去找吧 我也去 王和阿姨是做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一定要帮忙 黑暗魔王说的对 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 黑暗魔王 你就和我们一起去吧 嘿嘿 成功了 你们快 这里也没有 确实没发现什么线索 打保贝儿你们发现什么了吗 我也没发现 贝儿呢 怎么不说话 小妹贝儿不在这 什么 可是贝儿刚刚还跟我们在一起 怎么突然不见了 怎么回事 黑暗魔王也不见了 我在这 黑暗魔王 你看见贝儿了吗 我 我看见了 贝儿说自己肚子饿了 而且回家吃饭了 原来是这样 这个贝儿 离开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既然贝儿没事 我们就继续找完后安逸吧 森林里有很多岔路 大家要小心 不要迷路呀 白雪你放心吧 这里我经常来 不会迷路的 大宝别说大话了 还是小心点吧 好好好 我知道了 真啰嗦 我去那边找找 一会就回来 大宝别去 白雪别担心 我去找大宝 我回来 放心吧 他们不会要睡的 我们就在这等着吧 都过去一个小时了 黑暗魔王和大宝怎么还没出来 他们不会出事了吧 我们快去找找吧 熊妹 等等我 黑暗魔王 你在这儿 我可找到你了 还有 你看到大宝和熊妹了吗 看见了 他们俩都在这儿呢 他们在哪 我怎么没看见 白雪 你过来我就告诉你 啊 黑暗魔王怎么拿着无线手套 难道 大家突然消失都是他干的吗 你要小心点 好 我这就过来 你不是想见到大宝和熊妹吗 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们 你看 飞铁 在哪呢 你上当了 无线手套是我的吧 原来 你们都认识这个手套 我真是大意了 黑暗魔王 贝尔大宝熊妹 还有王红妈妈不见了 是不是都是你用无线手套干的 没错 就是我干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现在的童话王国我不喜欢 我要让所有人都消失 再产生一个全新的童话王国 黑暗魔王 我不会让你的计划得逞的 无线手套 快把大家送回来 我们终于回来了 白铁你真棒 我还以为你一个人对付不了黑暗魔王呢 现在你们都回来了 该把黑暗魔王怎么办才好呢 那就让黑暗魔王也尝尝消失的滋味吧 那呀 会不会太过分了 那就把黑暗魔王送到月球上吧 他什么时候认错了 我们什么时候把他放回来 我不要挤月球 就这么办 无线手套 去 我已经回来的 快去解冲了 我们回家吧 小朋友们 喜欢这个视频吗 我们下次再见